該買的 這個時候你不會買你哪個時候買 你又不抽菸你又不喝酒 買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大疆的這個Action 2呢 因為它完全改變了我使用運動相機的習慣 現在老規短幕牽到嘴駁 首先我們來說一下大疆Action 2的整體外觀 光是這一個相機的話 它只有GoPro的一半大小 重量也就和一個雞蛋一樣重 但是它裡面卻塞進了一張1.7分之1英寸的CMOS的傳感器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和這個大疆的Poke 2是一樣的傳感器 也就是說在暗光環境下它會得到一個更好的一個畫質效果 那我們一會再來看 我也會附上這個大疆Action 2和這個GoPro10在暗光環境下的一個對比 大疆的產品是真的對得起大疆創新這幾個字 GoPro的設計主打安全牌到了第10代了外觀上也還是幾乎沒有本質的變化 而大疆Action 1大家都很喜歡 那說實話大疆完全可以加大傳感器 然後外觀做一點點變化 然後去推出Action 2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而是推翻一切重來 感覺你拿到這個Action 2的時候的當下 你會覺得這就是一個新的類型的產品 和Action 1沒有任何的關係 而整個機身上就只有一個按鍵 那背面是完整的一塊這個觸摸屏 是真的很好看 接下來我們說一下它的性能 由於傳感器的變化 整體畫質是很明顯的有所提升的 那對於暗部細節的保留 以及暗光下的拍攝效果都有了顯著的提升 而鏡頭最大廣角來到了155度 這也比GoPro的Super View要廣不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疆Action 2和GoPro10的 鏡頭的寬廣度的一個對比 那麽這麽小的一個運動相機 可以最高拍攝4K120幀的一個慢鏡頭的視頻 那現在目前除了GoPro之外就只有大疆有這個參數的一個規格 我們具體看一下效果 那以及和GoPro的一個對比展示 I've getting crazy Gon bust off any day Gon bust off any day Yeah Gon hit all that thing down to the flow I've been on a rose when I forgot I had a home I'm out in Miami I'm out in Miami I'm a celebrity galore I got what I need But I always want more I was going Now this way I'm out in Miami I'm a celebrity galore I got what I need But I always want more I was going Now this way I'm coming Now this way I'm coming Now this way 當然我相信很多人看過其他up主的測評的話 你應該知道這款大疆Action2的發熱問題很嚴重 我承認 那所以你在買它之前你一定要考慮清楚你的用途 因為發熱對我來說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所有的視頻就算是旅行視頻 每個鏡頭也就是10到20秒 所以我幾乎是感覺不到的 而在4K60幀或者是120幀的情況下 你拍攝7到9分鐘它就會提示過熱而停止拍攝 所以這個你必須要想清楚 因為機身太小的限制 對於它的散熱確實有局限性 我也和大家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之後的固件升級會有所改善 但是出於硬件的限制 這個問題並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 但是如果你加上它的擴展配件 比如擴展屏幕或者是電池的擴展模組的話 發熱問題會有所改善 那麼我也希望你看到這個視頻需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的拍攝內容和我類似 不需要長時間錄製的話 那麼這個發熱問題對於你來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而收音效果也是我覺得在同類型的運動相機上是最好的 我們來同樣和這個GoPro10對比一下 那現在大家聽到的是這個DJI Action 2的這個收音效果 那因為它這一代的話是四個麥克風做一個環繞立體聲的收音嘛 那大家覺得這個效果怎麼樣呢 現在大家聽到的是這個GoPro的這個錄音效果呢 那GoPro這次的話它其實在第10代也是把它的這個收音效果 麥克風做一個提升啊 那大家對比一下就是感覺和這個DJI Action 2它的這個收音效果有什麼不一樣 再來就是拍照 其實我很少會使用運動相機去拍照 但是偶爾遇到手邊沒有相機的情況下我也會用它頂一下 那我想說其實效果還是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樣片 對於穩定度 這點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現在的運動相機在穩定這件事情上大家都做得很好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大江Action 2在對於Z軸的抖動上的處理做得非常好 也就是當大家舉著運動相機往前走路的時候 比如說GoPro你舉著這樣走 就算穩定做得再好 你還是會感覺到這個相機這個畫面上下的這個晃動是很明顯的 但是大江Action 2的這個Rock Study卻幾乎避免掉了這個問題 這一點是在 那麼我購入的是這個前屏幕的這個拓展模塊的套件 那相比續航模塊 我覺得前屏幕的這個拓展模塊會更加實用 對於Vlog拍攝會方便的看見自己在畫面上的樣子 那同樣它一樣為相機提供了額外的電量 那由於機身本身是不能插SD卡的 自帶內存是32GB 那麼前屏幕模塊插上SD卡就可以增加你的儲存空間 接下來兩個重頭戲 一個是這個磁吸設計 另一個是暗光環境下的一個畫面效果 我們先來說一下這一次這個最厲害的磁吸的這個設計 太方便了 當你需要自拍乾時 GoPro你就需要去擰它的這個螺絲對吧 然後換配件 真是麻煩 就特別是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你戴著手套的時候那個情況下 那個愛事 所謂運動相機當然是越簡單越方便越好 而大江Action 2的這個磁吸設計很有效的 規避掉了這個麻煩 比如你把它的磁吸配件連接在你的自拍桿上 這個時候你就不需要再把它去拆下來了 把Action往上這樣 一吸就可以牢牢的固定住 當我看到的時候我說 磁吸設計也輕 這個穩固牢靠嗎 但是當我使用之後才發現 好傢伙 這是真的牢靠啊 隨便你多大力的甩 它是不會把它甩掉的 另外就是這個掛繩 當你拍攝第一視角的這個視頻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把它 就直接吸附在你衣服上 那其實你是可以把它放在衣服裡面的 那為了展示我們放在外面 那你這樣 把它往上一放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去 解放你的雙手 那同時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不耽誤你的錄製 好了我們來說一下暗光 我最詬病電子防抖的一點 就是暗光 運動相機遇到暗光 第一 畫面塗毛感很嚴重 其次防抖幾乎是失靈的 這也就是運動相機 我們叫它陽光機的一個說法的由來 特別是 GoPro 就算是大晴天 我只要是走到樹蔭下 只要不在陽光下 完了 糊了 抖了 這個時候運動相機穩定器就要登場了 雖說它是運動相機 但是還是那句話 大部分人除了拍攝運動 日常vlog也會用到他們 那室內和陰影下 拍攝的情況太多太常見了 而對於大家Action 2 由於感光元件的增大 進光量的增多 這對於暗光下的畫質和保持 畫面的穩定都起到了很大的一個幫助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Action 2和GoPro10在戶外 陰影處的一個對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在家裡 白天 但是不開燈的情況的一個對比 I was growing up this world 他叫 me no annoying I'm out in Miami a celebrity galore I got what I need But I always want more I was growing up this world I call me no annoying I was growing up this world I call me no annoying But you could call me Big Drift I been busy out here Repping for the Misfits I can't promise I won't blind you With a wrist flip I keep this money All my money Gimme Rush 是不是很明显呢 所以用完大家Action 2之后 再看看手里的GoPro 10 是不是突然发现不香了 毕竟一台运动相机最重要的还是画质 你觉得呢 最后最基础的一些 比如延时摄影或者是动态延时 这些功能当然它也支持 那希望这期视频 对于那些在犹豫是否购买这个GoPro 10 还是大江Action 2的朋友会有一些帮助 也希望你能一键三连这支影片 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靖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